小白开车撞了人 赶来的警察就抓走了另一个人 为什么 小白撞人是震荡防卫吗 比如有个恐怖分子 小白直接给他撞的 不是 那他是静永违 性感小白在线追凶哦 也不是 所以小白什么职业重要吧 他是个演员 真的他心 有点道理好 但不是 职业不重要 那小白撞人只是个意外 嗯 算是 我懂了 小白开的是碰碰车 所以撞到人没有事 不是 小白开的是真车 一定是被撞的人违章负全责 行人闯红灯 所以各位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嗯 安全很重要 但对方并没有违规行为 被撞的人受伤死了吗 不是 只是轻伤 是不是小白车停着 路人沉迷完手机 撞到车上的 并不是 小白是开着车撞的人的 小白开的车有几个轮子 不会是骑自行车撞的人吧 当然不是啦 他开的是汽车 你骑自行车会说自己是开车吗 我想到个问题 小白是人吗 是人啊 有笨蛋 不是人怎么开车 有新闻的 国外有一只狗 就偷偷开了主人的车 出去偷工啦 好家伙 汪汪在开大车啊 我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 小白撞人不被抓 是不是年龄很重要 是 小白是未成年 对不对 小白刚刚18岁 到驾校考驾证 但开车并不熟练 撞到了其他学员 警察认为是教练 应该对这件事情负责 于是就把教练给抓走了 对这件事情负责